亚洲杯奖金方案2019年亚洲杯落幕,卡塔尔在决赛中击败日,本队获得冠军,根据赛前的安排,卡塔尔将获得500万美金的奖励,而打进8强的中国队将获得20万美元的奖金,早在2018年中旬,亚足联就公布了2019年亚洲杯的奖金方案,赛事总奖金,达到1480万美金。 其中,冠军将获得500万美金,亚军将获得300万美金,在决赛中,卡塔尔三道一战胜日本,也就是说卡塔尔拿走最高的500万美金奖励,日本获得300万美金奖励,另外,在半决赛中败下阵来的伊朗和阿联酋,美队也可以获得100万美金的奖励。 另外,包括中国队在内的所有参加本届亚洲杯的24支球队,都可以获得20万美金的奖励,新品。